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现在早通云来 上午十点半刚起来吧 昨天晚上一点多睡的 早上八点钟的时候被放泡弄醒了 然后刚才睡了一会儿 休息台可以吧 打热在这里多待几天吧 等下就来快点 这个充电的昨天晚上放在这里充没有拔 早就满了 它这个充电器的好处就是充满了自动会断电流的 这种充电器比原装的都要好 这个充电器700多一个 它会自动识别电池电压 然后充到一定的电压会断电的 上午十一点了 阳光明媚 很舒服 穿两件衣服刚刚好 18度左右吧 温度 还是比较晒的 但是太阳下面比较热 出来吃个早餐吧 那快递的话下午再去拿吧 看这边店面吧 连面条加工的都有 吃个早餐吧 这里有米线 火水鱼米线 刚才点那个火水鱼米线 火水鱼 吃鱼 看一下 这么大一碗了 这里面还真的有鱼 哇 这里还真的有鱼 这鱼好像没吃啊 这鱼好像没吃啊 哪里吃啊 这个是细米线 你吃吃这个 加鱼的米线 这个太大了 我的天哪 这个鱼不错 这分量很大 刚才那个火水鱼米线才12块 那么大一碗了 确实划算了 比贵州的消费确实低很多 贵州吃一碗米 米粉吃不饱 这边吃一碗米线能吃饱 也差不多价位 嗯 那个鱼的话 连一根吃都没有的 真的吃的太舒服了 有点味道还实呢 原来这边消费低啊 确实是 特别招动这边吃饭便宜 住宿便宜 适合多大几千 这个中通快运了 这个发电机在网上买的 昨天就卡在这个贵阳 今天还在这里 没动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哎 只有一个小伙子 在这里哪些快递吧 在后面几多快递取了 两个快递吧 里面只有一个小伙子吧 看起来只有三三岁的样子 在那里面上班了 还挺老练的 现在一个空车的话 骑起来感觉动力很猛的 强烈的特别感 那边五月广场 哇 天气真好啊 万里无云啊 昭通中医院 昭通市区院 这城市很宽松 路也宽 应该是昭通云南第三大城市吧 真的 这城市规划相当宽松 没有那么拥挤 中东快递拿到了 这街道干净了 这城市规划 非常的整齐啊 这里三快递吧 刚才拿的 两个支架 多买了一个 就是怕后面出了问题嘛 保险一点 这个的话只能在网上买 到了高原的话就麻烦了 等快递等不了 然后这个导航支架 这个的话都用 都被弄了两个 这里一个 那个里面还一个 加上这两个就四个了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它比较轻嘛 这个东西非常好用 但是用久了 它这个东西容易坏掉 然后这个的话是 隔音耳筛 这个新款的 我来试一试 效果 现在晚上八点多了 刚才又下去拿两个快递 圆冬快递吧 有三个圆冬快递 昨天不给我拍送 说我那个地址不详细 我写的菜疗一站还不详细吗 第一次遇到不给拍送 说那个应该是快递站点 不收 因为附近有好几个圆冬快递 所以说他们 说那快递都不想收嘛 哎呀 但是头子 收快递这么多年 这是第一次 那快递站点好像不收 然后我打电话 叫他们给我送到酒店过来 今天 有一个给退了 有一个都没有问 我就给退了 哎呀 舒服了 就是这个快递吧 一个导航支架吧 哎 在招通嘛 给我退回去了 这里整了一个这个降噪音的耳罩 这不知道管不管用 增加睡眠质量吧 隔音的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用 哎 然后这里的话 又买了一个防雨罩 好 之前那个防雨罩 快递的问题啊 下雪嘛 然后给退回去了 这个是增加了隔音的 里面塞一个耳材 再加一个这个 可能会好一点 这样照我照 好像有点效果 就扎得很紧了 这个里面的话 这耳朵放进去的 那里面有海绵的 增加隔音效果 确实安静很多啊 但是 带着这个东西的话 有点割啊 稍微 这样设计的 我感觉是我的头太大了吧 感觉有点紧了 啊 现在时间又过了一天了 就是上午10点 晚上一两点睡 上午10点钟左右起来吧 昨天那个 汽油发电机那快递啊 昨天晚上10点多才更新物流 然后从那个贵阳卡了一天吧 现在的话应该快到那个600水了 今天应该能到吧 嗯 这个发电机啊 现在下午的1点多了 本来昨天就该到了 现在快到威宁了 应该今天能到招通吧 这里距离威宁值100多公里 应该能到今天 你看吧 快下午5点了 这个快递终于到了招通还没拍送 这网上点了个外卖吧 看 5点20 这个是掐着点送的 你看看 浓江猪脚饭呢 22块8毛8 价格不便宜 好久没吃了 这里还送了一碗汤 来 这里有这个辣酱 搞进去吧 这搞多了吧 嗯 浑素搭配 有点饿了 5点半吧 差不多 吃个晚餐 哦 这两天 那个早餐吧 都吃了米线吧 比较便宜 那快递啊 真的 每次老是有一两个快递拖后腿 其他快递都到了 然后就是那一两个晚了两三天啊 精彩这个情况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半了 天黑了 6点50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说那快递要开始派送 然后给我送过来 然后装车的 因为那个发电机比较重啊 那个面包 这个什么 皮卡车吧 拖到了 这个发电机 我试了一下 这玩意好像不是太重啊 看吧 白雀牌的发电机 这个1000多块 然后我 报了一下 应该没有40斤 可能有个30斤吧 拆一下看一下 体积蛮大的 看起来 就在这里了 你看吧 汽油四充成直流发电机 直流的 然后 这是它那个 品质头充电 直接给电瓶充电的直流充电 这里还有个 转接头 这个是发电机的机油 然后 这个是漏斗 这是加烯油的吧 应该是 这个小玩意 这是按钮 这个可以遥控启动的 太好了 3000瓦的 这就是发电机的绳子 这发电机 太好了 一只手能提得出来 看一下 三千瓦功率的 加住前请加机油 机油是哪个 哪个孔 这个应该是加汽油的 这个体积确实是有点大了 我重量 哇 这里面还有 里面是空的 没油 你看吧 它这个居然没有充电插口的 什么情况 只有这玩意 起碗了 没有充电插口的 这个电脚布是用来干嘛的 我怀疑是这样接线的 这个是安德森的 然后 这两个应该是 一个正 一个负 应该是这样接的 这个只有这个玩意啊 它没有那个220伏的插口的 你看吗 果然是这样接的 我看他没错 把这里面的铜线剪出来 然后这个 什么 正极跟正极 负极跟负极一连接就可以了 但这个它怎么识别我的那个电瓶的电压啊 这个发电机的话 带的话也是能带得下的 要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东西拿下来 你看吧 能放得下 不过到时候如果买补给的话 挂在这里不好挂 这东西给的配件还是非常少的 我机油 这个是干嘛的 我体积小了 这东西 主要是要把这个东西接起来 这里面的线呢 这个东西 圆环是不需要的 把这里面的线接起来 就这样铜线接起来吧 是吧 负极对负极 正极对正极这样接 就好了 要这样给它接一下 我先接一边吧 然后用这个胶部给它缠绕一下就行了 这个正负极终于接好了 我也搞不懂它这个线为什么不接好了发过来 这个如果是一体的话 就不用接了 太麻烦了 这个外层也稍微给它固定一下吧 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 现在时间差不多 晚上九点半了 我打算带这个东西去加油再问一下吧 能不能加油啊 我感觉有点发慌啊 有点尴尬 主要是我洗个电动舌过去 这东西的话 重量还行 就体积稍微有点大 但是还是有地方放脚的 就是如果买了补给的话 这个地方不好挂 哇 公园里 碧桂园 这晚上房子还挺好看的 哎呦 可以可以 就是有点冷清了 晚上 这个小区房挺好看的 在等暖打的 那边是一个大医院吧 然后那边是乌蒙水乡公园吧 环境挺不错的 下面一个远峰湖 那边是用那午夜广场 过来走了一公里多了 晚上三不二人还有 还不少 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吧 这一个关门呢 来 去下一个吧 我 我爱着痛 冷冷清清的 这个公园 晚上的温差跟白天是真大 还是这边午夜广场 热闹一点 这家的油都跑这么远 这边是中国石油 问一下吧 交游进行中 请拿稳油箱 控制好油素 并发生意外 32块大概 这个里面有个4层油吧 大概8块钱一层吧 这边加油还挺方便的 真的 中国石油二话不说 马上就加了 晚上还是过来吃个米线吧 来个红烧米线吧 晚上有点热 这里面是点热 还有葱花粉 我还想一下回 啊 这晚人大 我那个发电机的话 打算里面测试一下 不知道怎么样 等了两天 不得了 希望那个存电效率会好一点 他是那个直流的 只有那个 哎 没有插口的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识别那个电池的电流 电压的 我很担心啊 那这边也给你 哈哈 给你 去吧 啊 给你过来 反正明天就能看到结果 晚上吃的那个米线才9块钱吗 确实挺划算 这几天在这边消费挺低的 这视频的话本来不想发的 还是简单交代一下 随下视频至起码有点实力 不发的话就啥都没有啊 然后那个发电机的价格是1374 3000瓦的 通常功能的话比较少 只有那个一根线 然后一个瓶子头 充电口 别的地方没有 不能给手机充电 也不能给其他的电器充电 就 这点不好 他就好像是个专门的增程 增程器吧 他不能充其他的电瓶 哎呀 就很尴尬了 这就 所以呢 我看到别的那个都卖的那么贵 两三千 为什么这一款这么便宜 3000瓦的才1000多块钱 可能是功能少的原因吧 明年的话好好测试一下 看一下那个充电效率怎么样 他那个不能调电流 也不能调电压的 他自动识别那个电瓶的电流和电压 不知道他那个分配电流 会自动分配多少 明天期待那个测试结果吧